HELLO, WELCOME TO MY CHANNEL, I'M EVA 也是呢它這上面藍色當中的這個靠近灰色的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呢是一個很難很難顯色的一個灰色 相較來說呢這個灰色與其他顏色的顯色度 還是有非常大的差異的 這一盒呢中間的配色是屬於棕色偏橘的色系 下面呢是有幾個帶紫調啊以及飽和度非常高的黃色 而這一盒的評價而言我覺得如果你想要單純入手它 去做一個完整的妝容我就沒有那麼的推薦 但是如果你把單格的表現度拿出來跟其他眼影盤做搭配 想要畫一個完整的眼妝我覺得這一盒就是非常值得入手的 因為它除了那一個灰色以外其他的粉質都是在水準之中的 只是你可能要跟其他的眼影盤做配合 可是如果呢你的預算是想要單純一個眼影盤 可以完成非常多種不同的妝容 那我覺得這一盒呢就是沒有那麼的推薦 再來呢我先入手的就是這一塊CAMEL 這一盒呢其實都是很相近的配色 但是我會入手它的原因很簡單 因為我個人非常喜歡畫大地色系的妝容 而這一盒當中呢總共是兩個燭光色三個霧面色 對我來說呢它的霧面色可以做到打底啊暈染啊漸層呢 我覺得都是非常不錯的表現度 接下來呢就是這一盒MINISTAR 這一盒最吸引我的就是旁邊兩個偏光色 鼓探子 童問題 閃光色 kad天 蜆趴 小禮 時間 可 完全 本当 馬 这一盒呢是自己一盘呢 就可以画出来一个完整的妆容 而前面两盒的变化性没有那么的多 都没有办法单纯依靠自己就画一个完整的妆容 而这一盒是可以的 而就性价比而言呢 它的价格也比较便宜 所以我觉得这一格呢 是就我新入手的三盒而言最值得入手的一盒 我要说的就是我心目中 Natasha Dinona家最值得入手的前三名单品 第一名呢很多人觉得应该是这一盘 Sunset日落盘 这一盘的配色粉质在去年度 已经被各大美妆博主推到了一个高峰 去年同时也伴随着一个话题 就是他所画出来的日落妆 很多人找到了他可以替代的单品 像是Colourpop的Yes Please 这一盘就可以画到差不多七八成相似 所以很多人当时呢就没有入手这一盘 相对于来说这一盘的价格还是偏高的 就我个人而言粉质啊延展性啊暈染度啊 这一盘也都是完胜Colourpop的那一盘 但是在我心目中呢 这一盘并不是Natasha Dinona家最值得入手的单品啦 我心目中的第一名就是Natasha Dinona家的眼影膏 这盘眼影膏呢我摸到质地的时候只有一种感觉 就是哇我好想要每天的妆容都可以把它用上 它的质地呢是那一种非常软糯呢 creamy状摸下去有一点软软呢 富有弹性跟水分的一个质地 它是一个非常好看的珠光色 所以这口就是最最最最该入手的一个单品 它是它同时呢也会有另外两个问题存在 因为我入手了一个颜色之后觉得它实在是太惊为天人了 所以呢我就又入手了另外两个颜色 接下来呢这两盒有发生不同的惨状 一定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中一个色呢我定的是Peach 就是偏粉色的珠光色 但是我收到的时候它里面已经全部碎掉了 就是变成碎成一小块一小块 而我一直没有去压盘的原因 是因为它里面的水分含量也蛮高的 所以我就一直用的时候去压它而已 没有说特别把它压回一个形状 但是这一盘的颜色也是非常的温柔 我非常值得推荐啊 就有一点粉菊的感觉 珠光的表现度来说呢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个人因素所造成的 所以如果呢大家买了这款眼影膏 一定一定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就是另外一个颜色呢 我买的是罗色的颜色 但是呢第一天我拿回来的时候 它的状态是非常的OK的 但是过了一天我可能没有把它锁紧 第二天呢我要再用它的时候 它就干了 就变成没有那么的软糯 但是珠光的展现度还是不错的 只是就没有那么的湿润 所以这是我个人因素所造成的 所以大家记得如果呢 你要入手这一款眼影膏 记得一定要把瓶盖拴紧 再来呢我个人非常推荐的单品就是这一款 五色盘 这款五色盘当中的04号色 就是这个小型的颜色 就说了 这个小型的颜色 是这么多的 所以我可以听到这个小型的颜色 那是真的 这一款颜色 是这样的颜色 因为我能够绝对 还有这里 是这样的颜色 我能够绝对 就是这样的颜色 那么这一款颜色 到这一款颜色 最后一样的颜色 就不过 关于这一款呢 我个人觉得它是所有五色盘当中 配色最日常最适用 以及它每一个的粉质都是好的 因为其实他们家的产品当中 我看到很多人都有反应 可能在一盘眼影盘中呢 有的雾面色呢就会偏干 有的珠光色的延展度就没有那么的高 但是这一盘呢 五色的表现度都是非常的好的 就我个人而言 我觉得这一盘的配色是非常好看 以及它的粉质是不错的 我而言呢 这一盘五色盘的配色是我个人最推荐的 比起他们五色盘其他的盘当中 偶尔会多出一个紫色啊 多出一个蓝色 这一盘呢是属于最实用的 我自己也是使用率也是非常非常的高 如果你觉得最实用的五色盘的话 我推荐的话就是这一盘啦 接下来呢在我心目中排第三推荐的单品就是这一盘啦 Mini Sunset 其实呢 这一盘呢就是这一盘日落盘的mini版 这一盘呢它的配色其实就是里面的配色以外 就是非常好携带 我其实出门然后不管是旅游啊出差 我觉得这盒就很方便携带 因为你化一个妆你不可能真的出门把这么大一个眼影盘带在身上吧 如果呢我真的带一个很大的眼影盘出去 如果在心里的拖映当中它碎了 我个人就会觉得也是一件很心痛的事情 所以这样子的盘就非常好携带在身上 不管是放在化妆包里面啊 还是放在哪里 就它也不占什么空间又非常的轻巧 而且其实我觉得它的量虽然是大盘的二分之一 但我觉得也非常够用了 就性价比而言呢 其实我更推荐这一盘 因为它不只是从里面拿出最经典的几个颜色呢 其实这一盘当中的粉质跟大盘是完全没有差异的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粉质会不会有差异性 所以我个人觉得呢 这一盘在我心目中的推荐度是比日落盘还要高的 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啦 如果你喜欢这一期的视频 记得评论点赞收藏哦 拜拜